大家好,我是一法半淘体电机控制创新能力中心的卡尔许 我的中文名字叫许希益 今天由我为大家介绍基于STM-G431和三项半桥ST-Driver-101组成的电机控制方案 该方案为分立式的方案 由MCU-Driver和功力器件组成 MCU的型号为STM-32-G431 这颗芯片的主频高达170Mbps 有4ADC通道和两路高级Timer 非常适用于电机控制方案的应用 驱动芯片型号为ST-Driver-101 这颗芯片体积小,驱动能力强 而且工作电压高达75V 非常适用于锂电池的方案 功力器件型号为STL-220-N6F7 是低电压大电流的F7系列MOS管 接下来请看控制板 该方案演示了G1电动工具控制系统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的方案 通过控制电机的扭矩转速 可提供高达250W的功率 此参考设计非常适合高性能电机控制应用 如钻机、研磨机、切割机、研锯、吹液机等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方案板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STM32-G431芯片 这个是STL-220-N6F7的MOS STDRIVER101在它的背面 这个就是由分立方式组成的一个控制方案 以上就是250W高性能电动工具参考方案的介绍 谢谢大家的观看